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Toy Study Channel 今天跟大家說說超時空要菜第二講 由獎上命理講到它的有趣周邊產品 好了, 如果大家上次有看過我講的超時空要菜第一講 上次我們講了最早期的超時空要菜合金 亦都講了Bandai 出的最新版本DX合金 講過一些合彈, 講過一些小周邊和小歷史 那今天第二講, 講些甚麼呢? 今天第二講, 我就想集中講一些 當年由本地出產的印刷類精品 好了, 講一下小歷史 第二, 當日, 如果我們大概是八二八三年的時候 我自己大概是五六年級的一個年輕人 那如果要看日本漫畫或者日本卡通片的資訊 那樣東西, 怎樣來呢? 只有兩個途徑而已 第一, 看電視, 電視報甚麼卡通片 你就有甚麼卡通片看 第二, 就是彈報紙檔, 買報紙檔出的漫畫書 當日, 有一家很出名的 如果是那個年代大的朋友, 應該一定認識的 海豹松書 這間出版社, 當日, 拿了很多日本漫畫 把它翻譯成中文 然後, 分了很多本薄薄地 放在報攤那裡賣 當時, 一本是幾元雞 以這本無為了, 慈上療一 當時是三元雞一本 三元雞一本, 你就可以看到第一手的日本漫畫 所以當時, 海豹松書 相當地受我們這些年輕人歡迎的 它還可以玩補扣 可以買回頭的, 又可以整套賣的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年代的一個很重要的日本漫畫來源 好了, 這間出版社去到八二年左右 我沒記錯了, 出了另外一本 周刊 周刊, 記住 那本就叫做漫畫周刊 這本就重要了 這個已經是很後期的了 這個已經是第三百多期的書 因為我自己太大本了, 也太多了 我儲不到這麼多了 那所以呢, 當日呢 我就只是將 因為它每一期書中間都有一張poster 我就只是將每一期書的poster做了下來 那我自己就很記得的 第一次買漫畫周刊 那時候應該是第122期 我記得是裝甲騎兵封面的 我大概買了一百多期書 那一個星期出一本, 其實我已經看了幾年了 那, 給大家看一下 當日的poster就是這個島 那它會連載了很多日本的漫畫故事 中間這一張呢 因為是poster 就要印彩色的 所以這些漫畫呢 都會是彩色的 前前後後的那些漫畫呢 就是黑白的 那所以呢 這一張呢 就特別矜貴 那, 今天說的是超時鐘要菜 所以我選了幾張 超時鐘要菜的poster 給大家看一下 在那個年代來說呢 可以存到這些poster 其實已經很開心了 因為 你不會有錢買日本原裝的東西 就算有錢都不知道在哪裡買 那所以 每一期每個禮拜 都有一張這麼漂亮的poster 我就覺得 是要珍而重之的 所以呢 我就是買這麼多 儲這麼多 儲到現在呢 百多張都有這麼大的一包 那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張 超美 電影版的海報 這張我真的很喜歡 後期呢 我其實有機會買回原裝的 不過 太大張我又不知道掛在哪裏 所以我就沒有買 因為我 海報是很難儲存的一件 那就是另一張 都是林明明的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漫畫周刊 這個漫畫周刊呢 其實真的 將我推進了這個動漫的深淵 因為它裏面除了很多漫畫之外 還有很多動畫的資訊 它後面也有很多專欄的東西 那當日呢 就是看得流口水 因為只有一個講字 只有一個看字 但是呢 出卡通呢 又看不到的 因為當時 沒有那麼流行 錄影帶的那個年代 都還是一些很高檔的東西 所以都看不到 那好了 說回來 除了有望亞周刊 除了有海報松書 這間出版社呢 還會做一件事 就是呢 當時日本呢 凡是這些出名的卡通片 就會有很多特殼 畫集 或者一些辭定資料集 那我們這些年輕人 當然就買不到正版 都不知道在哪裏買 也都沒有錢買 那他們就很好 他們就會把這些 日本原裝的東西 就翻譯成中文 再變成一些 很便宜 都是幾元雞的一些小特殼 那今天說燒時空要菜 所以呢 我就選了幾本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出過的 應該就有三本的 如果我沒有遺漏 我相信我應該賣齊的 第一本呢 就是這本 電視版的 這個還要已經是超值載版了 可想而知是幾受歡迎的 這本那時候買八蚊雞 那個年代八蚊雞呢 你說便宜又不算很便宜 但是貴呢 也不算很貴的 基本上 平時去買零食那些錢 都可以買到的 那麼 特別的地方就是呢 其實裡面 你說現在看是否很特別呢 就不是啦 基本上就是人物設定 機械設定 加上一些故事 譬如這本 電視版為例 它會有每一集有些故事 到後期 自己都買回日本的原裝版本 大概你都知道 這本書大概是用哪幾本去翻印出來的呢 但是始終 當年 這幾本這樣的小特殼 自己是看到很愛不釋手的 我都不知道已經翻看了幾多次 裡面那些公仔呢 又跟著畫了很多次 尤其是那些機械人 所以這幾本書呢 就是無限回憶 現在呢 我還是很愛不釋手 你看我還是存得很新的 除了超市長菜之外呢 另外還有很多不同的漫畫 動畫都出過的 那麼這本是電視版啦 OK 接著到八四年電影版啦 這本就是電影版的特殼啦 那裡面包括都是一些 那些人物啊機械的設定資料啦 那其實就 當然就不要說很特別啦 但是都是那一句啦 這些 每一隻中文字 自己當年都論過很多次 因為 太喜歡 一來很喜歡這出銷片啦 二來 這些這樣的東西 即是 不太容易有第二的途徑可以得到的 好了 第三本就是電影版的設定資料集啦 其實這一本 後期自己買回一個原裝 它主要呢 就是這一本那裡翻印出來的 即是當年就不要說那麼多版權的東西啦 因為都沒有說那麼多這些東西啦 那總之 買不到原裝 沒有錢買原裝 有本 五元雞的小特漢 在布攤買到 給你回家望梅子學子亞克 基本上都已經是 阿里吉弟 真是多謝上帝 多謝這一間出版社 那好吧 今天的題目是掌相命理 為甚麼跟掌相命理有關係呢 這間出版社呢 應該這一套東西都是舉出的 我相信 出了一套 膠貼即是貼字啦 膠貼海報大特集 當日這一套東西在賣六元雞 OK 有甚麼內容呢 說明膠貼貼字嘛 首先第一張雞有一張貼字啦 我真的不捨得用的 當年 有些朋友呢 一有貼字呢 李木蘭Mister出來唸 我自己呢 不知道 可能某部儲物人 那一張都不捨得一年 儲物到現在 OK 那除了貼字之外呢 它就有四張海報 我們看看 一張看看 它每張海報都是雙面的 我們先看第一張 這張 因為這張呢 就是高河二支的 高河二支老師畫的 一看就知道它的東西 超像真 超正 OK 第一張 第二張呢 蘇娜達斌 土象真的戰爭場面 這張是公武一貴的 第三張呢 也是超時空號 對不對 好了 第四張呢 就是人物了 把所有的女主角和女配角 放進去 OK 那後面又怎樣呢 這張後面呢 我覺得超正的 怪物 Monster 我自己呢 就很喜歡這個機械設定的 但是呢 我沒有買到它的東西 因為它每次出的東西都太大隻 不知道放在哪裏 那四支炮呢 不知道怎樣算好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也是沒有買過它的回家 的 第一張是這個 第二張的背面 就是馬暉和林靈明 沒有什麼特別的這個 這個呢 就是靈明後期 就是去回地球之後 那些巡迴表演的時候的造型 那我自己就沒那麼喜歡的 因為 二十七集之後 幾集呢 都是堅硬 堆砌出來 我就一般的 好了 重點來了 這兩張的背面是什麼呢 首先 這張的背面 第一面 就是 將它的電視品的opening 截錄出來 一些明場面 跟著這個就是 這個呢 就是林靈明的掌相分析 如果你問我呢 我這麼多年來 我看回 當然我不是看完 看回很多 原裝的日本方面的雜誌 或者行物呢 我都沒有見過 有在這個分析掌相的 日文版本出現 那我就不知道 究竟這個是不是當日 這間出版社 是自己做的一件事呢 我真的很有興趣知道 如果有師兄知道的呢 不妨告訴我 這個掌相的專欄 究竟是 日本原裝 它只是翻譯了出來 做中文 還是他們當時編輯部 自己做的呢 這個我真的很有興趣 如果這個是當日的 編輯部本地自己做的呢 我覺得 真的超級有想頭 和超級有創意 我真的 十個贊 其實內容呢 我就或者scan給大家看看 我就不在那裡多說了 因為 都是一些 將它的角色性格 變回了一個 掌相分析 其實就沒什麼特別的 當然 有林明明 怎麼可以沒有另外兩個主角呢 這樣才構成那個三角戀的關係 這張的背面呢 就是 就是 馬暉和 尾沙上位的 獎相分析 那也是那句 基本上 都是將它們的 人物性格 變回成一個獎相 這個 這樣的 ideas 我覺得 真的相當之有錯誤 因為 為什麼我覺得 很大機會是本地 他們自己編輯部做的呢 因為當時 無論海豹松書 無論是 萬華周刊 或者後期的 A-Club 其實他們裏面的編輯部 都不是單一地 將日本原裝的東西 變回中文版就算 他們其實有很多自己的東西 放了下去 例如 插圖很多小畫角 封面 然後裏面的內容 專欄 其實有很多小分析 或者一些 文章 都是他們自己 特別寫出來的 所以 特別有 同感 因為本地文章 不只是翻譯 而且特別覺得它有趣的東西 所以 這個獎相的 小專欄 我都很覺得是他們寫出來的 那 順帶一講 因為 我做這個節目之前 當然是在research 我剛巧看到 K-Rosey有人放這幾張poster 150元一張 當年是6元一張 就有一張貼紙送 OK 那當然 這些是無益無價 好 另外有一個 我覺得挺有趣的 也是一個貼紙的小珍藏 不過這個 順帶講過 因為我不知道 下次有沒有機會再講不同類型的東西 這個是日本版 不是本地出的 其實是那時的文具譜 類似一些 潛卡的東西 就是逐條逐條潛回來的 那裏面是什麼來的呢 裏面就是 其實是好像一條 菲林那樣的貼紙 現在看得不清楚 我會刷牌給大家看 那我都不是買了很多 因為 其實當日 沒那麼多錢 買不到那麼多 但是呢 都是那句 不會寫一簾 都是存在 它連這個封套都很美 裏面全都是一些 機械人設定 上當日 這一張封套 還有裏面的貼紙 自己又是 在那裏 紋了很多次 已經 掀到 沒有難度的 不過我想 都很多 髒東西 自己摸了下去 我想 當時那些年紀 我們這些年紀的小朋友 在這些關口 其實真是 很重視 很珍惜 那些東西 無論是媽媽給錢買也好 自己存錢也好 其實 可能我自己有一些 吵東西的癖好 我是特別真而重之的 否則都存不到現在 這次今天 都還叫做 感覺不錯 那好吧 那除了 《可怕從書》 除了《漫畫周刊》 除了剛才所說的 一些電影特刊之外 那其實呢 這間出版社 去到後期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產品 A-Club 其實又是那句 我當年有買的 不過呢 它就相對都貴少少的 10元本 好像是雙周刊 但是 又是太多 雅定 去到這個時期 自己就比較少 去逐期買 可能就 暫時看到封面 就買來看看 那這一期 現在其實 已經是我手上 售的唯一一期了 所以 遲些有機會 可能再找些資料 和大家說 如果大家又想 了解多些 這個A級的東西的話 那好吧 最後呢 今天都是說 一些電影海報 或者其他 加貼自己的東西 我們自己都還存了一張 這一張海報 我不記得 是否當日 香港上畫的時候 自己買 因為我都不記得 我有這張Poster 存過 但是又是撿東西的時候 撿回來 A-1 size 電影法航公司 電影法航公司 又是電影法航公司 又是電影法航公司 這一張 不是很漂亮 不過都是一個留念 有這麼大張Poster 所以 今天 和大家分享了一些 印刷類的東西 尤其是 本地出的一些小周邊產品 很多師兄 都存了很多 尤其是 超市中藥菜 我上網見到 Facebook 很多group 大家真的 有很多東西我真的見過 還沒見過 開眼界的 今天所以純粹一個分享 就不是說要告訴大家 很厲害很厲害 從來 這個都不是我的頻道的宗旨 我的頻道的宗旨 就是純粹分享 最後再說 它放了這麼久 我都要輕輕 大一大說一說 這些是新的 CaseLogic 上年出的一個本通像 我只買了1S 它可以著燈閃燈 不過 我就不太喜歡它的燈 很殘眼 我喜歡放在這裡 美麗的 再放之前的馬輝 在旁邊 比例就合適了 不過 馬輝是電影版 VJ是電視版 雖然不同色 但是 都是這麼帥 所以今天擺出來 襯襯上鏡 好啦 都是那句 今天就說了 超想要數的第二講 看看第三講 下次又說什麼 最後什麼內容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是那句 最後 如果大家對我的Toy's Daddy Channel有興趣 請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可以按鈴鐺 就完美了 下次見 拜拜 belonged toy So Liu 哈哈